你的爱永远的不离不弃 当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 我们献上赞美 献上感恩的时候 我们心里何等的喜乐 主啊 因为你爱我们 你爱我们为我们的罪定死在神的架上 你爱我们为我们破碎了身体 流进了宝血 你爱我们 你赦免了我们的罪 你说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自己不晓得 亲爱的主 今天当我们站立你面前 打开我们的心来敬拜你的时候 主 我知道你就在我们的面前 你就在我们的身边 你伸出你慈爱的双手 缠拉着我们 走过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台阶 走过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小站 走过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高峰 走过人生的每一个低谷 我们走过一天的喜乐 我们也走过每一天的艰难 当我们来到你面前 主 我们何等的喜乐 因为我们不再惧怕 不管前面有多少的风雨 到了有多少的坎坷 我们在你的引导下 我们不再惧怕 因为我们依靠你 就全然的得胜 哈利路亚 谢谢你 越南我们的敬拜 让我们今天的敬拜 到达你的宝座面前 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 到达你的宝座面前 谢谢你做我们生命的主 让一生一世蒙你的慈爱 谢谢你 祝福每位弟兄姊妹 祝福我们的工作 祝福我们的家庭 祝福我们的儿女 祝福我们来到美国前面的道路 也许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敬拜你的时候 我们还带着忧虑和重担 我们的家还有问题 我们的夫妻关系还不够和好 我们的儿女还不够孝顺 我们的工作还有压力 我们心里还有苦读 不能够赦免 不能够饶恕 亲爱的主 当我们仰望着实际上的耶稣 我们看到你流的宝血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我们当如何去行 因为当我们受洗归入你的时候 我们就归入你的死 我们就归入你的复活 在你的里边 我们有永远的生命 我们要学习饶恕 学习赦免 学习成长 学习喜乐 哈利路亚 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 因为你说犯老苦 但重担的来到你的面前 你就使我们得以安息 没有一个重担 你不能够担负 没有一个忧患 你不能够医治 依靠你的都不羞愧 哈利路亚 赞美你 愿你在我们敬拜中 得一切的荣耀 愿你的儿女在敬拜中 得一切的祝福 感谢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 宝贵的圣民 阿们 我们把这诗歌再唱一遍 你的爱 你的爱 总是不离不弃 天地如江河永流 在我体能领先 爱舍也行 是我的不为满意 你的爱 总是不离不弃 时刻将我环绕 你必永远几年 与我所里的约 使我临受风生的恩 举着的手来敬拜他 你的爱 你的爱 总是不离不弃 天地如江河永流 在我体能领先 爱舍也行 使我的不被满意 你的爱 总是不离不弃 时刻将我环绕 你必永远几年 与我所里的约 使我领受风生的恩典 你必永远几年 与我所里的约 使我领受风生的恩典 神典 阿们 哈利路亚 我们讲到了第四个最重要的人物 第一个最重要的人物 是谁呢 亚伯拉罕 对你朋友说亚伯拉罕 这个名字要记住啊 亚伯拉罕 为什么我们要讲亚伯拉罕呢 所以当我们打开马太福音 讲到耶稣基督徒家谱的时候 耶稣的出生说 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你们 大卫的子孙 所以我们今天讲到亚伯拉罕 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祖先 这个救恩 我们基督徒的救恩 是从耶稣而来 你们 但是我们知道的耶稣在他诞生之间 神就预备了一个家族 这个家族的族长 叫亚伯拉罕 在创世纪第十二章 神呼召亚伯拉罕 离开他的本地 本族 父家 圣经说 上帝说王国所指示的地方去 亚伯拉罕就离开了加勒底的乌尔 分别为圣 把IQ给我关掉一点 这个IQ回音太大 谢谢 所以当上帝呼召了亚伯拉 离开本地本族的时候 到了迦南地 亚伯拉罕生了以萨 以萨生了雅各 所以亚伯拉罕是第一个重要的人物 第二个呢叫什么 叫以萨 是他的儿子 所以我们讲到圣经 我们特别熟悉一段经文 就是亚伯拉罕献以萨 对不对 那个戴罪的羔羊 我们都了解 所以我们知道 当要献祭的时候 神预备一个羔羊 代替了以萨 所以就叫戴罪的羔羊 那么以萨生了两个儿子 一个是以嫂 一个是雅各 那当然我们后来圣经记载 是以雅各的后代 所以我们称为 我们所信的神是 亚伯拉罕的神 是以萨的神 是雅各的神 当然也是约瑟的神 更是你我的神 Amen Hallelujah 所以当我们今天思想的第四个人物叫做约瑟 Joseph 这个人这个名字很多人叫 我们教会弟兄准备叫这个名字请举手 弟兄们 弟兄们 我们今天约瑟好几个约瑟都没来 约瑟这个名字谁都喜欢 谁都喜欢 因为约瑟是圣经历史中 一个相当相当伟大的人物 约瑟在整个圣经创业记载中 用了13章的篇幅来记载着约瑟的生平 我们知道 亚伯拉罕用了多少篇幅啊 圣经 也是13章 从创业第12章开始 到第25章 讲的都是亚伯拉罕的故事 他被蒙昭 他到迦南地 然后他遇到了一个又一个的艰难 他的信心从小到大 经历神的同在 后来他生了以撒 这个时候亚伯拉罕的记载就没有了 一直到亚伯拉罕后来 然后呢 就是以撒的记载 以撒记载比较少 然后就约瑟的记载 约瑟记载也比较多 那最多的 就是这个约瑟的记载 我们知道 约瑟是西伯拉罕民族历史上 一个伟大的人物 他的事迹具有许多的属灵的意义和价值 而且他的故事特别的戏剧性 特别的戏剧性 所以我那年我去 这个费城的附近 那叫宾夕法尼亚 我在那里看到一个 他们演的那个剧 那个叫歌舞剧 约瑟 那个剧场很贵 那个一个票就一百多美金 而且一个剧场都做七千人 而且我进去的时候 那简直是找不着人的了 所以你朋友们约好一个地方 人太多了 看到他们演那个约瑟 那个剧 那个对约瑟有更深的来认识 所以当我们今天在圣经中看到 约瑟 尤其给我们这些侍奉神的人 给我们这些经历了生活苦难的人 做了一个最美的榜样 他的一生 跌宕起伏 约瑟是他父亲和母亲最爱的儿子 他也是他的所有的兄弟中 经受苦难最多的一个孩子 他也是他所有弟兄中 被神所高举的一个孩子 后来他官居到宰相 就像现在总理李克强这个职务 这个官当的是很大 对不对 比美国的国务卿要大 知道吗 管理全国的 约瑟的生平的记载 分了大概四个主要的阶段 我们先来看这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是被父亲宠爱的孩童的阶段 我称他为妈宝行的小鲜肉 行不行像啊 17岁之前 他是父母最宠爱的 为什么呢 他是雅各最爱的妻子所生的 什么意思呢 雅各有四个妻子 对不对 第一个妻子叫丽亚 第二个妻子叫拉杰 第三个妻子叫辟拉 还有叫西帕 四个妻子 四个妻子生了很多的孩子 我们知道生的最多的是丽亚 对不对 丽亚生了吕变长子 四子西勉 第三个儿子立位 第四个儿子犹大 第五个儿子以撒加 第六个儿子西布伦 生了六个 还生了一个女儿 所以丽亚生了七个孩子 我的母亲就生了七个 四儿三女 我们家是特别好 四个儿子三个女儿 现在你们想超过是比较难了 这个比较难 我们这代人就一代不如一代 共产党的计划生育 弄得我们只能生一个 非常可怜的 这个计划生育 搞得我们这个民家族都没有了 你知道吗 如果没有计划生育 你的家族会越来越苍盛 这个计划生育 弄得很多家族 到达断代了 我告诉你 所以第二点 他的第二个阶段是 被哥哥们陷害的青年时期 我管这个时期叫做 受苦型的成熟男 一个男人没有受苦 不会成熟的 所以弟兄们 受苦的时候不要抱怨 正是上帝要装备你 让你成熟的时候 对不对 一个男人没有受苦 多大 五十岁还是妈宝型的孩子 那叫大baby 对不对 今天据说中国的小皇帝 已经产生了大baby 信吗 这帮孩子长大了 三十岁了 还拉着妈妈的胳膊 松不开手 花钱花妈妈的 花爸爸的 对不对 要钱要妈妈要爸爸的 自己不工作 他能打电脑玩游戏 然后不知道人生的理想干什么 这就应该 十七岁就给他 扔到那个井里边去 就给他卖出去 卖人为奴 这个他就成长了 未来能成为宰相 否则他永远宰不了相 你知道吗 你会看到第三个时期 是被埃及王法老 这个重用的壮年时期 在这个时期 约瑟被高举 他在三十岁的时候 做了埃及的宰相 从十七岁到三十岁 十三年的时间 约瑟是有两年在监狱里度过 对不对 然后有十一年 是给波提法做仆人 在埃及做奴隶 你知道奴隶是什么概念 奴隶是没有人权的 奴隶是没有尊严的 奴隶是没有生命保障的 主人就说 在那个年代 主人说发现奴隶不好 随便可以处决的 随便可以把你买卖的 他在这样一个环境中 他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 他学习管理波提法的家 最后甚至被波提法的妻子陷害 又坐了牢 在监狱里面 在监狱里面度过了两年 十三年 神通过环境的改变 使这个小鲜肉 成为一个成熟的男人 他开始越来越清楚 上帝最起初给他的呼召 是什么 所以他在监狱里面 他带着信心坐牢 弟兄姊妹 没有坐过牢的男人 都不太成熟 我发现很多弟兄姊妹家里 好日子不过 天天吵天天闹 我是想还没坐牢呢 你坐了牢了 咱们教会坐两年牢以上的 有那就一个坐两年牢 汪称宗弟兄 坐两年牢 在监狱里面 因为有理想 所以两年如同两天 甚至熬到了牢头的位置 大学教授到监狱就 后来还不怎么熬 就是牢头 我说你大学教授当牢头 怎么当啊 靠拳头 监狱里想坐牢的时候 就靠拳头 所以别惹他啊 后来信主了 你看到没有 坐牢 我坐了两个月 我比他坐的短 我坐了苏联的牢 不过两个月已经够漫长了 那个漫长的煎熬 然后心里的煎熬 才慢慢懂得自己过去 什么都不是 教什么傲 一坐牢就老实了 你知道吗 所以坐牢并不都是坏事 使你成熟担当大任 所以汪聪中弟兄 讲来神会重用你啊 第四点 满有信心于盼望的老年时期 在老年的时候 约瑟是个孝子啊 真的是孝子 我发现孝道 这个一个静孝的男人 是好男人 静孝的 对自己的母亲父亲 都非常孝顺的男人 你看到很多男人 都七八十岁了 对自己的父母 还那么孝顺 这点我们家 我的二哥 大哥 三哥 都是榜样 二哥都已经七十岁了 那在我父母面前 就像个小孩子一样 说什么 立刻就去做 从来不会追 其实他的数字都很大了 弟兄姊妹 这个都是很美的榜样 这四个时期 我们看到雅各 生的这个约瑟 经过了四个时期的磨练 神开始重用他 他成为了埃及的宰相 当他成为埃及宰相 他做了一件最美的事情 就是他拯救了以色列这个民族 他不仅拯救了以色列 其实他也拯救了埃及的全国 对不对 以后我们慢慢讲 因为他这有十三章 我们需要一点点来讲 这个人的生平 我们从中有什么学习呢 约瑟的一生 是精彩的一生 约瑟的一生 也是苦难的一生 约瑟的一生 是最蒙祝福的一生 约瑟的生平中 我们学到了很多功课 第一点我觉得 就是对神的呼召 一种信心 约瑟的梦 是神对他的一个呼召 你有梦吗 你做过梦没有 昨天晚上师母做了个梦 告诉我说 比人家掐死他 你说吓人不是吓人 所以每人 我们有做噩梦的 对不对 你做过噩梦没有 你有没有梦过 突然间就掉下 从山上掉下去 吼 掉 然后 醒了 还好是个梦 我做过好多日子这种梦 你做过这种梦没有 那你肯定是得罪谁了 你知道吗 我做那个梦就八九年 得罪了这个共产党 得罪李鹏 我就跑的时候 老做这种忽悠一下 一梦 哎呀一头汗 再会就被警察抓到了 抓到就给我枪毙了 枪声响了 刚开始枪毙的时候 我还挺勇敢 然后就 就往那墙边走的时候 就响起 诗 代料长街行 告别众乡亲 然后 砰 枪毙了 哎呀 警察 行了 一头汗 你知道这个心里边 都需要看心理医生的 这种人 你知道 这个不容易 需要时间 来医治你的伤害 当然也有做美梦的 有没有 我们经常有没有 做梦发财的 有没有 做过梦发财过的举手 赚过钱的 别那么客气 不要客气 你看 这个很现实嘛 做梦发财的 有的真就发财了 你知道吗 你知道 我有一个朋友啊 那个 中国大地产商 姓王 不说是谁了 年轻的时候就做梦 有一天就发财了 他有一天跟我说呀 带着老婆 那是他们住在很贫穷的地方 在青岛的团岛 团岛是鱼龙混杂的一个地方 人们都是做伪装建筑 我住过团岛 很小 我在青岛生活过三年 我告诉你 我说青岛点 青岛来点 这个住的地方都是贫穷人 他那个时候谈女朋友 他们搬的搬花 还是笑花 特别漂亮 还比他长得都高 他就追人家 追不上 就带人家到海边散一趟步 好用约出来 约出来说 我昨晚做了个梦 我梦见有一天 我们在海边盖一个大豪宅 有沙滩 有游艇 他说他就嫁给我了 你看这个美梦 最美梦成真是很美的一件事情 对不对 谁想到呢 二十年以后 真的发了 在海边 建那个中国十大豪宅之一 你知道吗 给妻子 游沙滩 有游艇 还有狼狗 我是没住过呀 他请我去 我是不让我入境吧 师母住过 师母带着儿子 到他们家去住过 他这个十大豪宅 你知道吗 人需要做梦 马丁六多经 做了一个什么梦呢 美国伟大的民权领袖 他说 他做梦 他说 我有一个梦 我梦见白人和黑人 彼此相爱 他们可以一起来 敬拜我们的神 他梦见白人和黑人 孩子可以在一个学校里读书 我们应该有公平的追求 你有梦吗 我有一个梦 我的梦是希望有一天 中国都成为上帝儿女的国度 当我们见面的时候 我们在打招的时候 哈利路亚 赞美神 不管在机场 还是火车站 去告别的时候 都说哈利路亚 神赐你平安 中国文化的基督化 教会的国度化 中国的福音化 这个是我的梦 我相信有一天 中国会成为上帝爱子的国度 每个人都有尽天堂的权利 因为他们都接受了耶稣 基督做他们生命的救助 他们认识了真理 他们彼此相爱 不再仇视 穷人和富人 可以彼此相爱 穷人可以拿着钱来帮助 富人可以拿钱来帮助穷人 可以帮助那些不能上学的孩子 可以帮助那些还在讨饭的捡垃圾的老人 我有一个梦 中国有一天上帝要掌权 你们 哈利路亚 当然我这个梦很大 对不对 可如果你没有梦 你人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呢 你就每一天吃喝玩乐 行食走肉 有什么意义呢 人一定要有梦 弟兄姊妹 那个Facebook的那个老板 在大学的时候 他叫什么 什么伯格 什么伯格 我忘了他名字 扎克伯格 就有个梦 他的梦就是 有一天 因为他在那玩玩 发现他全国都会玩 然后大家联络 方便多了 他还有个梦 就娶个中国太太 这成了 你这不娶成了 对不对 人都有个梦啊 比尔盖茨有个梦啊 没有梦怎么可以 所以弟兄姊妹 人要有梦 那我们今天 我们从约瑟的生平 来看 属灵的教训 约瑟的梦 对我们有什么关系 我们首先 看这个家族 那我们 从一件彩衣说起 我们来看 这个图片 啊 你看那雅各哥 约瑟 这爷俩 对不对 创世纪第37章 一到四节说 雅各住在迦南地 是他的父亲寄居的地 雅各的寄略如下 约瑟十七岁 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 他是个童子 与他父亲的妾 匹拉西畔的儿子们 常在一处 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 报给他们的父亲 以色列原来是爱约瑟 过于爱他的重子 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 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 约瑟的哥哥们 见父亲爱约瑟 胜过爱他们 就恨约瑟 不与他说和睦的话 首先我们看这件彩衣 我们再回到图片 我们来看这件彩衣啊 这个彩衣是很漂亮的 因为这个彩衣 他们做什么工作你们知道吗 他们是牧羊人 约瑟十七岁之前 就跟哥哥们牧羊 牧羊是不能穿长衣服的 对不对 他们一定穿短衣服 比较行走容易 他不会穿大褂 那么这个长衣 是给什么人穿的呢 这个彩衣 是给尊贵的人穿的 那么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看到说 这个彩衣在 世事纪的第五章三十节 说世事的时代 西西拉得了绣花的彩衣为卢 那么这彩衣是两面绣花的 是从上到下的 盖住脚面的 这是尊贵的一个象征 在撒姆尔记下十三章十八节说 还没有出嫁的公主 都是穿着彩衣的 彩衣的 我们今天看到雅各这位父亲 爱约瑟 胜过爱妻他的儿子 雅各做的是不对的 起码要摆平衡 做父亲呢 都会有 爱的多一点 爱的少一点 但是呢 你总要平衡一点 不要做得太过分 他为什么爱约瑟呢 因为他爱约瑟的母亲 那么约瑟又是他晚年生的 孩子 对不对 他那个丽亚 皮尺爬皮尺爬生六个 然后呢 那个皮拉生两个 西帕生两个 这就加一起十个儿子 那这个拉结就不生 又美丽 眼睛又会说话 然后呢 又爱 爱这个约瑟 约瑟又爱他 可是他就 他就不能生育 你知道在那个时候 不能生育的女人 是不能够得到尊敬的 在一个家族里边 是被排挤的 尽管这个 雅各爱他 可是他还是被别人嘲笑 终于怀孕了 生了一个男孩 起名叫约瑟 约瑟什么意思呢 嘉天的意思 什么叫嘉天呢 还要再生 就这意思 你看咱们中国不有叫招地吗 我们姐妹有没有叫招地呢 举手 没有啊 我当年念书 好几个招地 你知道吗 我同学 好几个招地 什么意思呢 父亲生了四五个女孩 就没有儿子 所以给最好小的几小招地 结果就招来了 招了一个小祖宗 你知道吗 哇 那个惯的 那就是小鲜肉 那惯的不得了的小祖宗 这个就是这个意思 嘉天的意思 当然神真的就嘉天 给他一个儿子 生了第二个儿子 叫变亚敏 是约瑟最爱的小弟弟 他的母亲也就因为生变亚敏 难产死了 但是变亚敏活了 变亚敏生下来就没有母亲 约瑟长到17岁的这一段时间 都是在父亲的呵护下长大的 所以父亲的 因为他没有了母亲 父亲就特别特别爱他 有一天不怎么就心血来潮 就给他做了一件彩衣 让他穿上 你知道知道这个彩衣 除了他的美丽之外 还有一种暗示 彩衣是长子该有的衣服 我们知道在一个家族中 尤其在皇帝的家族 太子的衣服跟其他的王爷的衣服 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彩衣应该是给长子的 那么当约瑟把那彩衣给了 这个雅各把彩衣给了约瑟的时候 表示说要把家里的继承权交给他吗 当然哥哥们妒忌了 所以他做了几件事得罪了兄长们 第一件事 圣经告诉我们看来读圣经 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 说他呀 他把他的哥哥们 他的哥哥们 约瑟将了哥哥们的恶行 报给他的父亲 打小报告 你看兄弟之间 这哥哥们还做一些坏事 他都去报告去 报告去 可能流遍他的大哥 跟他的继母发生问题 都是他报告他父亲的 那都可能 圣经没有说 但我猜他把他哥哥们的所有的恶行 都告诉了父亲 所以就哥哥们就恨他 这个人打小报告 以后干什么坏事 不要告诉他 马上到 为什么约瑟那么正直呢 因为约瑟 他生下来以后 雅各是被改变的 雅各之前 是一个狡猾的 一个人 非常的狡猾自私的 所以他的那些孩子们 都在他的父亲 狡猾自私的行为中长大的 等到约瑟的时候 因为在亚伯渡口 上帝在那个时候 向雅各显现 雅各把自己交给神 他生命完全的改变 他叫了以色列 旧事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 从此以后 雅各过一个全新的生活 约瑟是在这个时候生的 所以弟兄姊妹 你的家庭啊 非常重要 你的家庭 你的夫妻的行为 直接影响到孩子 你不要来说孩子不好 有一个故事说 有一个人 就对这个 这个 一个牧师说 我的孩子 这个不好 我该怎么办呢 我该怎么去改变他呢 这个牧师就回答说 那一个咖啡机 咖啡出来的东西 你说 你是改原稿的 你还是改咖啡的稿呢 他明白了 那得改原稿嘛 对不对 要你咖啡出还那样嘛 对不对 所以你首先要改变 是你自己 你自己不能改变 你怎么要求孩子改变呢 所以我们今天的父母 就是孩子的榜样 在我们辅导婚姻的时候 会发现很多 没有父母的孩子 没有父亲的孩子 男人 男生就不懂怎么做男人 没有母亲的女生 就不懂怎么做母亲 因为他没有榜样 没有学习 没有学习 所以感谢主 今天我们来到教会 我们有上帝 阿爸父 天上这位父亲 教导我们如何来做 地上的父母 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 所以这个彩衣 第二件事情 又得罪了他的兄长们 这件彩衣座 这些哥哥们一想 老爸要把这个继承权 给约瑟呀 那我们还有我们什么事 对不对 后来我们发现 在害他的时候 哥哥们已经把这话 说得很清楚 我们把他杀了 看他的梦怎么实现 对不对 第二件 得罪他哥哥的事情 就是这个彩衣 这个继承权 犹太人的继承权是给谁的 弟兄姊妹告诉我 给长子 对不对 那雅各的长子是谁呢 读圣经最近读了没有 叫什么名字 叫流变 这个翻译不太好 翻译的不太好 奇怪的翻译 就是流变 那流变呢 为什么他失去了 长子的继承的权力 因为他跟他继母同居了 同寝了 他就没有资格 做这个 接这个 这个家族的 班的这个权利了 没有这个资格了 那么第二个是谁呢 资子谁 弟兄姊妹记得吗 叫西勉 对不对 那么西勉 我看这个约瑟的后面 记得下边吗 第一个是 吕变 然后还有呢 西勉 那么西勉 下面呢 第三个呢 叫利未 他们两个应该接 吕变的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资格呀 他俩也没有 为什么 他俩杀了人 他俩杀了世界的全家人 因为世界呢 侮辱了他的妹妹 他们几个就设计 把世界的全家 全给砍了 这罪不至于死嘛 对不对 全砍了 得罪了当地的人 所以使约 雅各在当地有了恶民 雅各在离开那里嘛 对不对 离开那里到 伯特利 为神筑了一座坛 然后他们住到了西伯伦 为什么住在西伯伦 西伯伦后来成为 犹太人最有名的城市 因为 大卫在那里做王 对不对 西伯伦 他们后来到了西伯伦 所以 那么 西缅 立位 这两个人 也没有权利接班 那么应该谁接班呢 应该四子 第四个儿子是谁啊 叫犹大 犹大什么意思啊 弟兄姊妹 赞美的意思 要记住这个犹大这个人啊 后来下礼拜 我刚才就讲一篇犹大好了 我们忽视这个犹大 可是你知道 犹大 犹大是 是耶稣基督的祖先 耶稣基督是从 这个雅各的 第四个儿子 这个家族出生的 那么当然我们知道 这是一个 一段很特别的历史 那明天会 下礼拜会跟你们讲 这个犹大 赞美的意思 犹大 是承受产业的 但是约瑟呢 同样跟犹大 承受同样的产业 因为他的父亲 对他的重视 这是第二个 得罪 他兄弟的地方 第一件呢 打小报告 第一件呢 得父亲的 第二件 得父亲的从爱 第三件 就是今天我们讲的 第二点 我们看到这个梦 两个一梦 当约瑟 这个 做了两个梦 他做了两个梦呢 他就说 你知道吗 从第五节 我们看 约瑟做了一个梦 第一个啊 然后就告诉 他的哥哥们 要我做梦 我就不告诉他们 我让他们不知道 我经常做很多梦 我就不跟他们说 我也不跟妻子说 我就放在心里 反复思想 做梦啊 不要乱讲哦 你知道吗 讲了就泄露军情哦 然后就要付代价的 对不对 你看他 他就付代价了嘛 约瑟第一个梦 他就告诉他的哥哥们 本来哥哥们 对你就有气 你干嘛跟他们说呢 而且还跟他们有关系 他们就越发恨他 为什么呢 这个梦是这样说 约瑟对他们说 请听我所做的梦 我们一起在田里 捆和捆 捆这个 和家 我的捆 起来 站着 你们的捆 围着我的捆 下拜 你这怎么能说呢 少年不懂事 口无遮拦 做了梦 就告诉你 那几个不就火大了吗 哎 你 你凭什么 我 你在那站着 我们向你下拜 你难道是我们的王吗 你要做王吗 其实就是嘛 对不对 其实他就是要做王嘛 他要做宰相嘛 那我们后来看到 这个梦是关于农业的 跟农业有关系 对不对 他们在打河捆 每人捆一捆 每人捆一捆 就约瑟对他捆的 就站着 那其他捆就 都向他下拜 都向他下拜 约瑟梦到了 梦到了 跟他的哥哥有关系 要我就不跟他哥哥说 我能跟哥说吗 我先跟爸爸说说 对不对 这个人做事情 有的时候 说话很重要 上个礼拜 我们讲到 那个叫嘴唇的果子 圣灵充满 要接受嘴唇的果子 就是你要会说 会说话 弟兄姊妹 会说话很重要 我们不说谎话 但是我们可以 智慧的说话 智慧的说话 很重要 第二个梦 他又做了个梦 当这些人 哥哥们就回答说 难道你真的 做我们的王吗 难道你真的要管辖 我们吗 他们就因为 他的梦和他的话 越发恨他 第三件得罪哥哥的事情 出现了 然后呢 他还不察觉 结果他又做了个梦 他也告诉 他的哥哥们 他说 看哪 我又做了一个梦 梦见太阳 月亮和十一个星 向我下拜 这个梦是关于星象学的 第一个关于农业的 这关于星象学的 这个星象学看到天上 对不对 天有什么 天有 有十一个星星 太阳月亮 向他下拜 太阳表示父亲 月亮表示母亲 十一个星象表示兄弟们 都向他下拜 这个不仅得罪的兄弟 把父亲也得罪了吗 对不对 哎呦 他的父亲就说 你胡说什么呀 对不对 约瑟把这梦告诉他父亲和哥哥们 他父亲就责备他说 你做的是什么梦啊 对不对 难道我和你的母亲 你兄弟 果然要来夫妇在地 向你下拜吗 哥哥们就 嫉妒他 他父亲 却把这话存在心里 嫉妒 这个词在这里出现了 第一次出现在哪里 这个词弟兄姊妹 是我们人生中常常遇到的词 你今天很多的苦毒 伤害是因为有人嫉妒你 你知道吗 他嫉妒你怎么办 他就搞掉你吗 你今天你看到所有的新闻 不都是互相嫉妒吗 然后就把它搞掉了 对不对 圣经中第一次出现嫉妒 是在创世纪 亚伯和改叶 你不要以为嫉妒 都是因为你个人的能力 敬拜神都会被嫉妒的 对不对 有没有人嫉妒我呀 你们有没有嫉妒我 没有 好弟兄好姐妹 因为你没当牧师 你当牧师也许会嫉妒我 有一个人就跟我说 你们这新主才二十多年 怎么就讲到全中国都知道 我们的新主都五十年了 谁都不认识我们 那你不去服侍主 谁认识你呀 有嫉妒的 你不要以为不嫉妒 对不对 那你们在服侍主的时候 有没有嫉妒 我们看到这个该隐和这个亚伯 为了敬拜神 献祭 就嫉妒就杀了人 你不要以为教会没有嫉妒的 嫉妒是人的天性 除非被圣灵充满 知道神在每个弟兄姊妹 神的心意 才不会嫉妒 该隐 献祭 神不喜悦 神不喜悦不是他的祭物 是这个人 神不喜悦这个人 骄傲愤怒 愚人关系不好 神不喜悦他 神喜悦亚伯 像绵羊的乖 神喜悦这种人 你知道吗 神不喜悦成些刺猬 为什么让谁都不舒服的人 真让别人不舒服 你自己也不舒服吗 对不对 神喜悦那个谦卑的 柔顺的 谁看着 谁都喜欢跟他说话的那种人 亚伯就是啊 亚伯献祭的时候 神喜悦 结果该一看 喂 神喜悦你都不喜悦我的 就把亚伯给杀了 他第一次出现嫉妒 这里面又出现了嫉妒 兄弟们 嫉妒小弟弟 嫉妒他 然后呢 就害他 可是他的父亲呢 觉得这个梦啊 好像不一般 就放在了心里边 这个梦是什么 弟兄姊妹告诉我 这两个梦 是神给约瑟的意象 你们 这就是约瑟一生的意象 第一个梦 他拯救了以色列 也拯救了埃及全地 第二个梦 他的永恒中被神纪念 所以他永恒中 他做了王 所以你看到在 创新纪的第49章 在最后 有一段关于约瑟的记载 在49章的时候 当雅各为他 众子祝福的时候 谈到约瑟 他是这样说的 第二十二节说 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 哇 好美啊 你是多结果子树枝吗 你还是甘不知子 甘不知子会怎么办 甘不知子就要 扔到炉子里面去烧火 多结果子树枝 是有生命的 所以首先 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 是全旁多结果子的枝子 他的枝条探出墙外 你看这里边这个词 你要去理解 第一个 多结果子的树枝 连于基督的 在约瑟卫第十五章 说耶稣说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什么 枝子 那多结果子的 那就是有生命的 那如果没有生命 就不结果子 或者结酸涩的果子 吃过酸果的吗 倒牙呀 一吃 哎呀 My God 我跟你讲 我小的时候 我们东北没有果子吃 我们偷那沙果 沙果还没熟 就赶紧去栽 因为熟了被别人 就偷没了 所以我们都去栽 栽完了一吃 酸水呀 哎呀 那牙都倒了 你知道吗 那也吃 那也吃 后来我想了一个招 用水把它煮熟 煮熟加上白糖 跟罐头一样 就好吃了 所以你看到 这个果子很重要 我们基督徒又成为什么 结果子的树枝 连于耶稣基督的生命 那么 全 全旁 全表示水 生命的水 这个全员 也是耶稣基督的话 耶稣的救恩 所以 约瑟像一个树 栽在全员的旁边 他当然根深夜貌啊 对不对 约瑟这个树 风吹来 雨来 上面只是摇动而已 根是不动的 所以约瑟是有生命根基的 他的父亲说 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 是全旁多结果子的枝子 他的枝条探出墙外 他不仅是以色列的祝福和拯救 他也是埃及的祝福和拯救 因为 探出了墙外 这个弟兄姊妹啊 你要记住父亲的祝福 多么重要 千万不要小瞧父亲 他也许没我们有文化 他没有留学 他也不懂英格里士 但是 他是父亲 那个人生的历练 上帝给他的 在他心目中对你的祝福 你要重视哦 你看到晚年的时候 约瑟给的 十二个儿子的祝福 每个都很特别 还有犹大 他讲的犹大说 犹大 你弟兄们必赞美你 你知道吗 犹大就成了 他所有的儿子的老大 刘辩 七勉 立位 全部不行 他们的品格不行 所以犹大就被高举 你是弟兄们必赞美你 你手臂掐住仇敌的景象 你父亲的儿子 必向你下拜 哇 这个对犹大 这么高的一种赞想 所以弟兄们要好好看 看圣经啊 每一段都对我们 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看到约瑟 受不惊事 得罪了人 他做了这两个梦 这两个梦 是上帝给他的意象 上帝给他的意象 那么这个梦 什么有意义呢 有的梦是有意义的 有的梦是没有意义的 我有一天我做了个梦 我把它写下来了 哪天我test给你们吧 我放在微信上 这个我现在在后来 在我微博里 我能不能找到了 我做梦 我梦到了 北京大学 我常常做梦 我人生 很多苦难我都会梦到 我梦到我原来的家 我看到我家阳台 塞的白菜 我回不去 我就在那门转啊 转啊转 哎呀转到门 身都是汗 就找不着门 知道吗 后来有一天 我在家里做梦 那我跟师母也讲过 我就半夜醒了 我就把梦记下来 有时候梦赶紧记下来 要你忘了 起来了 披上衣服 凌晨三点 我就把我的梦写下来 我梦见了孩子 梦见了洛伊和 梦见了好几个 北大的好朋友 当年的哥们 这些人几乎每个礼拜 都围在我 我的宿舍 北京大学47楼 3011室 喝酒 谈理想 勇诗 都是诗人 孩子 孩子就写那个 你们记得最清楚 就是什么 什么大海啊 面下大海 还有呢 从暖花开 我记得不是这个 他写的米赛亚 太阳米赛亚 很多的常识 很特别 还有洛伊和 我的好朋友 妻子张夫 潜理群的学生 都是我的好朋友 我们经常在一起 89年四五月 两个月 这两个人全死了 那天他们来找我来了 知道吗 找我们就还在一起喝酒 喝好多酒 啤酒 红酒 白酒 什么都掺到一起 然后拿大盆喝 喝得畅快 畅快淋漓 过两天 我放到我们的微信去 你们看看我这个梦 醒了以后 心里特别难过 然后就坐视一手 梦啊 有的是会实现的 有的会实现的 你看到 法国化学家 OGS 在梦中 梦见蛇 咬自己的尾巴 他就有了启发 他就发明了 本分子正确的化学结构 你看这个有意啊 你不要说梦没有意 还有一个发明家叫 伊莱雅斯 他在一个噩梦里边 梦到他被食人族给抓住了 然后食人族就拿那个毛刺他 他眼睛突然发现那个毛 上面尖上有一个孔 他就发明了缝纫机的针 你不要看 这是资料的记载啊 还有那个叫霍罗维斯 和很多的著名的钢琴家 都承认 他们在梦中学习弹的钢琴 因此发现了很多弹琴的方法 使他们的弹奏 更加的美和圆润 我就在梦中学会的钢琴 你知道吗 我现在不会跟弹钢琴的 我那时候在Wayton College 在芝加哥读神学 英文不好 老师讲课我就睡觉 听不懂 听不懂 然后你不要说 希伯来文 希腊文 英文我都听不懂 然后呢 我们那学校那时候 Cafeteria 那个 很贵 我们据说 Wayton College的 这个Cafeteria的 这个午餐晚餐 是全美大学里 No.1 最好的 真好吃啊 我从那时候开始喜欢西餐 就从那里来 特别喜欢西餐 你知道中午5块钱 晚上8块 早上2块5 是不是挺贵的 你算一天多少钱 但是我的讲学金才400块 吃饭根本不够 所以我就精打细算 我一天就吃一顿 晚上太贵 早上没什么东西 中午这顿5块 我觉得合乎总到 所以我就中午就拼命地吃 我给他吃5次 一次 两次 三次 最后再来点 优格 吃完了 下午一上课 就睡觉 跟你讲 我现在比较节食了 原来我是很能吃的 那当然跟他们不能比 跟他们青年团结 这个不能比 那个 他们曾经吃那个叫什么 那个叫什么 韩国烤肉对吧 两个人吃50个奥特 我那天跟师母 我们吃 他就吃两奥特 我跟圣地亚哥的弟兄 准备去吃 我们六个人才吃了20个奥特 他两人吃50个奥特 人家的餐饭肯定要贴个牌 你们俩一来 不欢迎进来 结果后来老师说 哎呀 你能不能 以后你不要这样的睡觉吗 你中午进食祷告试试 我发现中午一进食 下午就不困 嘟嘟咕咕叫困不着 我想困就睡不着 以后听到了 不要吃太多饭 早餐吃一点就行了 承认我们困 所以我们看到说 梦很重要 所以有一天 我就做梦 我就没事 因为学校听不懂 我就在家里 没事扒了钢琴 我们我住那个老太太家 是一个钢琴家 她有个 史丹利的大钢琴 她允许我弹 我没事我就弹 她眼睛是双目失明了 还有一天 她听我弹 她就走过来 说伯利 琴是这样弹的 她在后边 把我两个手放上边 我就跟她开始学了 你看我现在 后来我们教会 刚成立在东部的时候 没有私琴手 我伴奏了两年 教会就是我弹琴 知道吗 伴奏完了 上台讲道 然后再下去伴奏 收奉献 我要下去弹琴 然后我再上来 一祝福 三一宋门谈了 那后来我们就把三一宋录下来 录下来 然后我 后来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 什么都不会谈 就会谈三一宋 等我讲道的时候 上来祝福 她就开始 就谈三一宋 所以你看到梦啊 很多的梦会成真 约瑟的梦 注定它要成大事 约瑟的梦 注定上帝拣选这个人 要成为人类的祝福 成为埃及的祝福 成为犹太人的祝福 所以弟兄姊妹 当你有梦的时候 你就要去实现它 可是在实现这个梦的过程中 绝对不是一帆风寸 你会遇到苦难 这个苦难就是梦的代价 我们看第三点 我们看经文 创世纪 第37章 我们从第12节 我们往下看 这段经文 讲到了 约瑟 梦的代价 约瑟梦的代价 12节说 约瑟的哥哥们 往事件去 这段经文比较长 弟兄姊妹一起来看 一起来看 约瑟的哥哥们 往事件去 放他们父亲的羊 以色列 对约瑟说 以色列是谁呀 以色列就是雅各 大家知道 上次我们讲到 以色列上帝给他起的名字 他原来叫雅各 神给他改成叫以色列 就是今天犹太人的祖先 以色列 对不对 那这个国家 这个民族 现在就叫以色列 对不对 所以就是从雅各开始的 那么雅各 他们放在雅各的羊 然后呢 他们去放羊 结果呢 这个 以色列呢 就对雅各说 你哥哥们 不是在事件放羊吗 你来 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 这个17岁的少年 乖孩子特别听话 要我就不去 我说你跟我去吧 我是不去 他们那么恨我 再把我整死呢 我是不去 我这人比较警惕的 他就不警惕 你看到没有 他太单纯了 然后他说你来 然后约瑟就说 我在这里 这是圣经中一般的这种文法的方式 当父亲说孩子 你说我在这里 当神说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我在这里 对神说以赛亚 以赛亚说我在这里 主求你拆遣我 这是一个标准的答案 标准答案 说我在这里 然后呢 这个 这个以色列就说 你去看看你哥哥们 平安不平安 群羊平安不平安 就回来报信给我 于是 打发他出西伯伦谷 就往事件去了 有人遇见约瑟 在田野走迷了路 就问他说 你找什么呢 约瑟说 我找我的哥哥们 求你告诉我 他们在何处放羊 那人说 他们已经走了 我听见他们 要往多坦去 约瑟就去追赶他哥哥们 遇见他们在多坦 所以这里边 记载一个地方 在多坦 他的哥哥们 远远的看见约瑟 趁着约瑟 还没有走到他们 跟前的时候 他们就同谋 要害死他 你看到这 第一个方案 要害死约瑟 用什么方法呢 彼此说 你看 那做梦的来了 你看到没有 人是有绰号的 约瑟被称为 那做梦的人 可是当你读诗篇 那个做梦的人 我们就是做梦的人 对不对 诗篇怎么说 127篇说 我们这些做梦的人 从西安回来的时候 对不对 我们做梦 带着河滚回来 是何等的欢喜快乐 为主做梦的人 叫为主收割庄家 那这个名字是好名字 那个做梦的人 那个做梦的人 你看这做梦的人来了 来吧 我们将他杀了 丢在一个坑里 就说只恶兽 把他吃了 我们请看他的梦 怎么实现 你看到没有 兄弟啊 兄弟残杀 国民党跟共产党 不就兄弟残杀吗 对不对 杀了好几千万 怎么样呢 现在他们又好了 兄弟残杀 弟兄姊妹 你要记住 心里不信神的人 这种恶念 谁都敢害 这个主意谁出的 来吧 圣经没说 我猜是西缅和立位 第二和第三个 这两个人比较狠 他把那个事件家全杀了 所以他杀人不在乎 所以来吧 我们这是第一个方案 把他杀了 丢到坑里边 然后回去呢 就告诉弟兄 他被野兽吃了 就完了 让他做梦 梦不能实现 你看这里边 圣经中告诉我们 最坏的 最恶毒的东西出来 然后呢 吕便听见 便救他脱离他们的手 说我们不可以害他的性命 但是呢 我们不可以流他的血 我们可以把他丢到 这个荒野的坑里 不可下手害他 第二个方案 不杀他 不流他的血 也把他扔到坑里 那我们不杀他自己 看他自求多福 但吕便呢 这里边记载着 很特别啊 吕便的意思是要 救他脱离他们的手 把他归还给他的父亲 这个你知道吕便 最恨的人是谁 不仅是约瑟 是约瑟的母亲 因为吕便是长子 他最恨他的二姨 他一生中 他就为维护他的母亲丽亚 所以你看家族的纷争啊 大家族啊 看过多少大家族的电视连鱼剧 对吧 吕便真的很血腥的 很血腥的 这个吕便在这时候 良心发现 毕竟是长兄 为小弟说话 但是又不敢惹怒 其他的兄弟 说干脆我们就把他丢到这里 算了 然后他想人走了 他得把弟弟救出来 回去好交给父亲 这第二个方案啊 那约瑟们就到了哥哥那里 他还挺高兴 哇哥哥们 终于找到你们了 哎呀 爸让我来看你们平安不平安 看你们群羊不平安不平安 哎呀老爸想你 我也想你们 结果没有想到 面对什么人呢 这些哥们面色大变 然后他们就扒了他的外衣 那个外衣什么衣服啊 就那个彩衣啊 就他们妒忌的缘由啊 给你扒了 对不对 叫你得瑟 你还穿彩衣 这词你们听不太懂啊 这种东北词 那么约瑟的哥哥们 在那里就扒掉了他的彩衣 就是他穿的那个彩衣 把他丢在坑里 感谢主那坑是空的 里边没有水 否则他淹死了 你知道吗 然后呢 他们就坐下吃饭 哎呀 真的 所以我读到这 我心特别难过 把弟弟丢到坑里 他有心的做着吃饭 你知道吗 丢到坑里边 底下一定会喊 哥哥们救我呀救我呀 不要把我丢到这里 17岁的孩子懂什么 可是哥哥们 无动于衷 在那里吃喝 看到人心的刚硬 人心的刚硬 人如果没有上帝 人如果没有爱 不懂得骨肉之亲 人的心就是刚硬的 常常想到保罗讲那句话 为我的骨肉之亲 我的同胞骨肉之亲 就是我自己被咒诅 与基督分离我都愿意 有的时候我们真是看到 哎呀 我们的同胞啊 做了一些事情啊 真的不可爱 真的不可爱 很多的中国人来到美国 也被人美国人妒忌 就跟以色列人一样 以色列人我跟你讲 最有钱最聪明 全家都妒忌他 为什么妒忌他 自私嘛 以色列人很自私嘛 你什么时候想过 犹太人会把好处给你 你们给犹太人打过功没有 我是给犹太人打过功的 我给他亲狗卷啊 喂狗啊 中午都不够饭吃 中午我饿了 他就给我一碗米饭 啥也没有酱瓜 也没有咸菜 也没有 没有什么 什么都没有 我说这怎么吃啊 哦 他就给我拿一瓶牛奶 牛奶泡米饭 你们吃过没有 后来我就带点香肠 带点这个这个什么这个 鸡块 我再带点什么这个鸡蛋 我到他家炒 我一炒很香 你知道 那两个老人家 嗯 他也来吃 我以为他不吃呢 你知道吗 抠门 都有多少钱的 抠得要死 所以他全家最有钱 就他们犹太人 那么中国人难道不是吗 我们有了钱了 请问回馈过多少社会呢 我们有没有 你到洛杉矶 最有钱的中国人 都在洛杉矶 几乎差不多 可是你洛杉矶的路 是全美国最差的路 每一次我开到阿卡地亚 我都痛苦 我开一个小时过去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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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小时 然后回来哒哒哒哒 一个小时 我开到阿卡地亚 弟兄姊妹住的豪宅 那些中国人住的豪宅 难道就不能奉献 那给你的社区 把路修得更好一点吗 对不对 为什么偷我们 我们不愿回馈吗 为什么恨我们 我们不愿回馈吗 一个人有钱 是上帝给你的祝福 你的钱就应该用于 回馈社会 回馈人 回馈穷人 帮助那些没有饭吃的人 帮助那些流离失所的人 就是有钱人 真正的有钱人 他不仅有钱 他还有生命 他有品质 他有情操 他有道德 这个才是真正有钱人 富有的人 不叫有钱人 富有的人 富有跟有钱人两个概念 对吧 不一个概念 弟兄姊妹 华人来到这个国家 我们要回馈这个国家 我常常想过 我们很亏欠 我来到美国 我是很亏欠 我做什么了 这个国家 我什么也没做 人家给我身份 给我可以在这里生活工作 难道我不应该回馈吗 回馈吗 弟兄姊妹 你要记住 当你回馈的时候 你就被尊重 你这个民族就被尊重 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子的 非常的 抠门 抠门 所以他们 狠啊 狠啊 他们对兄弟都如此之狠啊 所以他们坐那里吃饭 而且还举目观看 将一伙米甸人 以食马力人 从基列来 用骆驼 驮着香料 乳香 要带下埃及去 犹大对众兄弟说 我们杀我们的兄弟 藏了他的血 有什么益处呢 第三个方案 你看到 第一个方案是谁提的 我谈了 可能是西缅和利未 第二个方案是流变 第三个方案是犹大 第四字 犹大怎么说 犹大说 我们杀了我们的兄弟 藏了他的血 有什么益处呢 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食马力人 不可下手害他 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 我们的骨肉 但是他也不敢 违抗其他兄弟的那个意思 他只能这样保护 保护他 保护他 他这一句话 很感动人啊 他说他是我们的骨肉啊 我们的兄弟 虽然不是一个母亲生的 可是我们是一个血脉 一个父亲 弟兄姊妹 我们中国人也是 我们来到美国 不管大江南北哪里来的 真的要彼此相爱 我们在一个移民的国家 多少的挑战 多少的不容易 不管香港来的 台湾来的 大陆来的 都是上帝的儿女 都应该彼此相爱 对不对 千万别把国内那些 阶级动争带到美国来 这个 见到台湾就要解放人家 对不对 见到香港就要统一人家 这你干嘛呀 你这彼此相爱不就完了吗 至于他解不解放 头不统一 那在上帝的手中嘛 我们也解决不了 对不对 你不要以为你那么想人家 人家也那么想你 我做教会牧师 牧养过去都是台湾人 而且我牧养都是本省人 都讲那个台湾隔夜的那些人 我牧养他们才发现 哇 两边有很多很多意识形态 是一样一样的 我告诉你 共产党的教育 跟国民党教育一样一样 我到台湾去访问 台湾大学的同学 欢迎我在台湾大学讲演 然后大家跟我开party唱啊 然后就说 哎 伯利 你能不能唱一首样板戏 你说我就上当了 样板戏就是 他说我们听说 中国有八大金剧 演了二十年 什么都没有 那你们都会唱 我说从头到尾 我都能背起来 那来一劲 我怎么我这脑袋就 就就就就就 就错了根弦 我就唱了一个秩序为虎山 我应该唱红灯记 打日本的就没问题了吗 那秩序为虎山 打国民党的吗 那台湾大学 要把那反动派 一扫光 完了 那大家都不讲话了 那有一个同学 伯利兄 请问反动派是指国民党吗 那是啊 那祖山雕嘛 那是吧 他说同学们 起立 好几十个台湾同学 站我们也会 反攻大陆 反攻大陆 大陆是我家乡 哇 起场 反攻大陆 哎呀 这太可怕了 哎呀 来来来 我们一起来 来来 我们拉起手来 我们唱唱唱 唱唱 龙的传人了 哈哈哈哈 所以你看 这个意识形态的东西 在我们脑海中 根深蒂固 弟兄姊妹 一定要放下 来到教会 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 我来到美国 我在普利斯顿大学 我在东亚系 我的老师 余英石 跟我聊天 谈话 我最近写了一段余英石 以后我慢慢都把他们都写出来 先生听了我说话 特别喜欢 就说 哎呀 你说话真有趣 可是你的语言里面很多 共产党的色彩 你要改变它 我说我怎么改变 他说你要读书啊 你必须读书才能改变 那我说读什么书 他说你读树排版的 树排版的 你不要读横排版的 横排版的很多谎言 横排版全是怀疑 你读了 摇啊摇头啊 书排版都是 是的 是的 我就读啊 发现还是不能改变我 台湾中的书很好 起码历史是真的 对不对 大众书历史都假的吗 是我们抗日胜利的 你看 那天我看一个微信发说 共产党抗日打死了 两千多日本人才 八年打死两千多 国民党打死三十六万 人家死了两百多个将军 共产党就死了一个将军 结果还成了共产党打赢的 这谁信呢 你知道吗 可是我们信了多少年 你们信吗 你看那抗日战争的偏了 那把那日本人打得 一片一片的倒 结果弄来弄去 历史上才死了两千多 被共产党打死的 最大一场战役平行关 打死了一千多 然后就百团大战 才打死三百多 一百个团才打死 三百多日本人 你知道吗 吹得一塌糊涂 可是人家国民党 国军正面抗战 打了多少战役 上将就死了十几个 魏国捐取 张志宗 多少这个历史有名的上将 哎呀我跟你讲 这个横排版的书 都是这样子的 后来我发现横排版书排版 解决不了 还是读圣经 才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 弟兄姊妹 这个是有生命的 Amen Hallelujah 所以我们看到说 当这些哥哥们提出第三个方案 犹大对弟兄们说 我们不要杀害我们的兄弟 我们不可以下手害他 他是我们的骨肉 众弟兄就听从了他 三个方案 最后选择了 一个折宗方案 既不杀他 也不使他好 把他卖掉 然后他们就卖了 圣经告诉他 卖了多少钱呢 第28节说 有些米店的商人 从那里经过 哥哥们就把约瑟 从坑里边拉出来 我看最后一个图片 然后呢 讲 拉出来 讲定二十十克的银子 把约瑟卖给了 以士玛利人 他们就把约瑟 带到埃及去了 好 我们今天讲到就到这里 我们从这里看到 一个教训 什么样的教训呢 约瑟 两个梦 是神给约瑟的意象 你们 约瑟这个意象 他要实现的时候 他会经历多少的苦难 当他被卖的时候 苦难刚刚的开始 十七岁的孩子 过去在父亲的呵护下 是一个小鲜肉 是一个父亲最爱的孩子 天真活泼 心里善良 当被卖 这是他第一次大的伤害 弟兄姊妹 你有没有大的伤害 这个伤害会带你的一生 在你一生中 是有烙印的 我经常会 那天 有一个姐妹打电话 也不是我们教会的 也不信主 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 我就跟他辅导 夫妻两个 结婚三十年了 都不能饶恕啊 那姐妹实在受不了了 给我打电话 说我叫了Uber 我就想离开了 我们的弟兄 还怕呀 说你千万别离开 跟牧师谈了 以后再离开吧 我一打电话 说Uber在楼下呢 我说你让他走 我先跟你谈一谈 两个小时 跟我述说他的委屈 三十年了 孩子都大了 还不能放弃这种伤害 伤害给多深 我为他祷告 我说认识耶稣吧 难道我的伤害 不比你大吗 我的伤害 我八九年 什么都没有了 我的妻子也离开我了 哪个不是伤害 如果不信耶稣 我们真的不能从伤害中走出来 我们总觉得我们世界上最可怜的人 今天我们认识了主 我们才知道神拣选我们 给我们的苦难都是与我们有益 圣经说苦难与你有益 叫你明白神的律例 苦难是我们谦卑 苦难是我们正视自己 苦难是我们知道 我们需要耶稣的保血的遮盖 需要耶稣的救赎 苦难是我们成长 所以我们要感谢苦难 你如果不能够走过苦难 你就被苦难压垮 你就是可怜的人 如果你走过苦难 走过去 上帝会带你走过 走到青草地和安心的水边 因为他是你的牧者 他服你一生的责任 你在苦难中看不到明天 你看不到未来 当你走过去 你回头看到那个苦难 算什么呢 如果没有那个 你怎么知道今天空气这样清闲 蓝天这样蓝 对不对 景色如此美 亲人那样的可贵 你怎么会体会呢 经历苦难了 你才能够理解 实际上耶稣基督为我们付出的苦难 他得胜了 你们 我们要得胜 哈利路亚 因为神的恩典伴随你 神的恩典永远的伴随你 他的恩典永远的够你用 够我用 够我们每一个人 一生中跟随他 领受他的恩典 是一生中最美的事情 你们 所以下礼拜我们 礼拜五我们有 我在圣地亚哥有不到 圣地亚哥的弟兄姊妹 可以让其他朋友 弟兄姊妹给通知 圣地亚哥的亲朋好友来 圣地亚哥 我们会把地址发到微信里边 同时我们礼拜六 我们在拉固纳币时 我们有将近20位的弟兄姊妹 收习 归入耶稣基督 他们收习的时候新的生命就出现了 就是以过都变成新的了 所有的伤害苦难 耶稣的宝血都洗净了 我们要成为一个健康的 平安的喜乐的人 你们 讨神喜悦的儿女 哈利路亚 我们请敬拜团 来上来跟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 好弟兄姊妹 我们一起来起礼 我们来祷告 亲爱的主 谢谢你 当我们在约瑟的身上 主我们看到主 你的恩首 你给他 两个一梦 你给他做上帝儿女的尊贵 你也给他试炼 在试炼中 他依靠你经过了 主我们看到我们何等的需要 你的恩典 伴随我们走每一天的路 哈利路亚 因为你的爱 永远的不离不弃 谢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 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哈利路亚 没有一个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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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不能背负 我要向高山举目 投影 我的忧患 抗住从你而来 满有方向的慈爱 赐给繁秋高的命迪人 你的爱总是 玻璃不息 灵敏如江河永流 在我的灵敏如江河永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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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有远毁 在我的灵敏如江河永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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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的父辈满意大意 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 谁可将我环绕 你必永远纪念 与我所立的约 是我领受丰盛的恩典 你必永远纪念 与我所立的约 是我领受丰盛的恩典 现在主你的爱永远都不离不弃 谢谢你爱我们 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 谢谢你拯救我们 给我们全新的生命 谢谢你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 每一天靠着你来得胜 祝福每位弟兄姊妹 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所有的忧患都离开我们 所有的重担都离开我们 所有的软弱和伤害也都离开我们 求你的保血来涂抹来遮盖我们 洗净我们 让我们在里面成为圣洁的 逃你所喜悦的儿女 哈利路亚 赞美你 我不知道我们这里还有没有 还没信主的朋友 包括我们视频前面 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 今天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 请你举手为你祷告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感谢主 哈利路亚 还有吗 哈利路亚 圣经说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 感谢主 还有吗 哈利路亚 圣经说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以国都变成新的了 还有没有 在视频前面你也举手跟我来祷告 上帝的爱今天临到你 他的救恩要临到你 还有没有 在今天愿意接受耶稣 做你救主的楼上有吗 感谢主 哈利路亚 楼上有一位 还有吗 赞美耶稣 哈利路亚 感谢主 我们来祷告 天父谢谢你 我把每个心里边单纯的追求你 愿意得生命祝福的儿女交给你 求你今天圣灵就充满他们 引导他们进入真理 明白真理 活出真理 祝福每位弟兄姊妹 让我们为你来而活 传扬福音 做你最美的见证 哈利路亚 我们也把下个礼拜五的 我们在海边的相聚交给你 求你圣灵来引导我们的聚会 你在大海之上 让我们来敬拜你 让那些受洗的几十位弟兄姊妹 一次的相信就永远的跟随 哈利路亚 也祝福我们的聚会 还有圣地亚哥的布道会 求主与我们同在 礼拜五的布道会 礼拜天 怕着降在我们中间的正道 都求你圣灵来充满 让我们生命再次被你提升 满了喜乐和平安 哈利路亚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好 弟兄姊妹请坐 咱们掌哈利路亚 盖祝瑩 阿们 �!.. Ab wealthy